你知道在《射雕英雄传》中谁最强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是调皮可爱的周伯通 又或者是天生男主的郭靖 但是我想说他们都不是最强的 甚至郭靖都排不进前五 为此 我查阅大量资料 盘点出《射雕英雄传》十大最强高手 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赏 即时 也师眉超风 他是东邪黄药师的三弟子 绝招是九阴白骨掌 崔心掌白莽边 与师兄陈玄峰私定终生 但怕师门责怪 于是两人便私奔离去 但临走前偷走了半卷九阴真经 不料离开不久 便被同门师兄弟一路追杀 维超风二人便以此逃入大漠 修炼九阴真经 但是只有半卷的九阴真经 根本不可能修炼成功的 更何况还是下半卷 没有基础功法作为基点 二人很快便发觉了不对劲 不仅修炼速度有所减慢 就连经脉也受到了影响 在与江南七怪交手时 就能看得出 梅超风二人实力远不如从前 导致陈玄峰死在郭靖的手中 梅超风也被科真恶打下 侥幸逃脱后 决定隐居修炼功法 为伴侣报仇血恨 经过十年的苦秀 功有所成 在处江湖时 江南七怪见着 都只能跟旁边看着 哪怕梅超风现在只是一个盲女 也不敢招惹对方 可见梅超风此时的功力 有多么的雄厚 直到全真七子的出现 搬出天罡北斗阵 才略胜于梅超风 第九 同识陈玄峰 他是梅超风能够排入前十的 主要原因之一 没有西智的陈玄峰 就没有今日的梅超峰 要知道陈玄峰年轻时 就拜入黄药师的门下 开始习武 使得其功力颇深 据说还能刀枪不住 而就是这么一位 潜力无限的主 却以梅超风私定终身 一脊离开了桃花道 提醒前还偷走了师父的九阴真经 直到二人当大漠开始修炼 才发现该武学只有下半军 但陈玄峰凭借着其过神的天赋 硬生生的将下半军九阴神爪 演变成了九阴白骨爪 威力深不可遂 如理江南七怪之中的张阿生 在他的手中也未能幸福 但是陈玄峰过于自负 被年仅六岁的郭靖 用匕首给扎死 使得九阴白骨爪还未能成名 就被杀身亡了 死因着实别去 若只能给陈玄峰再多几年的时间 未必不能名震天下 第八 裘千任 他是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之中的人物 其真实实力 远大于影视作品中所描写的 误导了不少观众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他的故事吧 裘千任是铁掌帮的帮主 武功绝学有铁掌功和轻身御风 一手铁沙掌可谓是登峰造型 山派一蹶不振 还面临着被武林随时除名的危机 在第一次华山论见时 裘千任自知不是王崇洋的对手 于是刻苦修炼 放弃了第一次轮件 决定在第二次轮件时再大展身上 裘千任第一次登场 就以一击木棍穿石的场面 令人钦佩不已 在铁掌扇时 光荣不以为然 硬生生地吃了一记铁沙掌 差点命丧横拳 就连在对战天罡北斗阵时 裘千任更是一记绝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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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惹事的本事也不一般 由于求先任到处惹事生非 被四处追杀 落得个终日不得安眠 直到华山第二次论件时 被段志行大师所点唤 最终大车大悟出家当了和尚 第七 北侠郭靖 他是射雕英雄传里的男主角 正如剧情一般 郭靖的一生经历丰富 游弱便强 所有的故事情节出身毕竟是贫苦的 父亲不但被害 母亲也是逃到蒙古才生下了郭靖 而男主的资质一般 并算不上是什么曠世奇才 先是男主拜哲别为师 习得神剑之术 可谓是百步穿扬 曾经还一剑双雕来震惊四处 后有江南七怪青囊相授 各种武功绝学砸在郭靖的脸上 使其实力大增 但与黄蓉相识后 又被红旗公所看中 并将降龙十八掌传授给了郭靖 并使其名冠天下 与周伯通结败之后 男主成功地习得了功名权 九阴真经和左右互搏之术 想想看 多种武艺绝学 急于一身的男主是有多牛掰 就不用我多说了 但就算是这样的男主 也不是最强的 只能说纵观全局 郭靖的戏份是最多的 所以排在第七 第六 男帝段志兴 他本是大理的皇帝 绝招是一阳指 其秀为更是登峰造极 来第一次华山论剑时 就能与王重阳 欧阳峰 以及黄耀师舞台 要说到段志兴 他也是十分的可怜 先是贵妃刘英姑出轨 生下了别人的孩子 后是孩子被求仙认所伤 需要段志兴耗费五年的功力 最终出家当了责赏 把号为一灯 最后为了摒弃杂念 更是卖力的提升自己 使得武功突飞猛进 也算是化悲愤为实力吧 虽然段志兴一生交手记录甚少 意识一笔气 都能占个安然无恙 可见其实力之强 你知道射雕英雄传里 谁最强吗 今天他来了 第四 北盖洪七公 他是天下五爵之一 一手降龙十八掌 堪称一爵 一根打狗棒使得出神入化 功力雄厚 洪七公是丐帮帮主 为真和蔼正义 外表有着一副善良可爱的皮囊 常以一种巅峰的状态 出现在大众眼里 他的心境无比沉稳 认真起来颇有一番俱言 不过洪七公却是一个贪吃的主 曾因贪吃误事 导致其痛失一止 九指神盖的称号 也是因此而来 但是洪七公贪吃归贪吃 其实力还是不受影响的 在对战两子翁时 不仅游刃有余 还一边吃着烧鸡一边打架 最终还将敌方给打飞了出去 他曾多次被对方暗算 其中几次都写些丧命 直到晚年时 洪七公与欧阳峰在华山比武 到关键时刻两人相继大笑后 便拥抱在了一起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欧阳峰回光返照恢复记忆 二人便离世而去 可且洪七公的一生也是轰轰烈烈的 第三 吸毒欧阳峰 为此还修炼天下武功绝学 九阴真经 使得武功登峰造极 但是因为腻炼 郭靖修改过的九阴真经而疯了 心智也遭受到影响 非常执着地要成为了天下第一 来第二次华山论剑时 不许先后击败了郭靖 黄耀施 以及洪七公 直到生命最后 他才得以喜悟 最不知欧阳峰最后 到底有没有颤护 但是他的武功至强大 不容至低 将接排在第三 名不及时 第二 老湾同周伯通 他是王重阳的师弟 宣贞妻子的师叔 天生好玩 思想存傅 喜欢捣乱捉弄别人 有连教郭靖习武 也是要连红带骗的戏耍下完成 要知道 在射雕英雄传里 哪个大能不是堂堂正正的 别的大能 都是小心再小心 生怕学医不尽 但是周伯通不一样 他的出现 仿佛泥潭中所绽放的 荷花一般天真无邪 在第三次华山论剑时 周伯通凭借着这两大绝学 成功地获得了魁首之位 被称之为 新的天下舞爵之首 若是周伯通有了这门心思 想要成为天下第一 估计也不是什么难事 第一 终神通王崇洋 他是一个独步武林的奇才 天字过人 从小就聪明绝顶 后来还创建了全真教 坐下有七个徒弟 早年期间 他还是一位抗平英雄 在华山论剑时 王崇洋力错四绝 一记绝尘 夺得天下第一的称号 在临终前 还得到了段志兴的支持 昔得神功一扬指 要说到王崇洋在世时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神 但王崇洋在感情面前 却是有所欠缺 曾经有一位 叫做林朝英的女子 是他的妻子 两只爱恨纠合 最终在中南山 对战高手数千招 也倍能分出胜负 可见林朝英 也并不是董贤之辈 若是他能走进武林之中 其实定有他的一席之辈 本期视频 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联合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